他自己本身來說可能以前的成績也不會特別好 而且我覺得可能跟像歐洲選手他們一般跟高水平的打 他們一般心態都會非常好 他們去衝擊 然後呢又特別享受這個比賽的過程 其實這幾分球儘管雙方是打成八平 但是從兩個人體能方面的消耗來看 肯定是林德托馬森要多得多 他這個在場上不斷的二次啟動 還有那麼多的愉悅 就像一個是在控制球一個是在追球 這種兩種消耗是截然不一樣的 就報稱來今天一開始這個前半局還是很明顯 主要是就是打控制球 然後也沒有自己去太多費力的去突擊 然後製造對方的失誤 他也能夠在場上保持這個優勢 他比較能控制得住這個場上的節奏 然後比較試探性的去看看這個對方會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打法 我想因為可能水平相差比較大 然後可能這個交手的機會會比較少 也不是特別了解 但是實力擺在那兒 咱們可以去摸摸底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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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场球还是批掉 再见 报声来渐渐把对方一上来的那个 赵婷婷你所说的那个激情 激情给他消耗消耗光了 对激情不起来了现在有点 原来这个每一拍他都是被 报声来调动着跑动 对他没有什么主动权 然后他一直是在追求 那可能从这个 控制场上的这种节奏 或者是这种乐趣来说 他体会不到 他体会的只是我拼命的去追求 拼命的能够把这个球接到就好 10比8 在打到8平之后 双方这个暂停去擦汗的 次数就开始多起来了 也说明两人的体能都是通过前一段 这个前半局的争夺都在下降 现在是11比8 报声来领先 第一局的间歇 这羽毛球这个相对来说 单 三人的体能 4比8 5比8